纾困4.0 政府助你渡难关 疫情严峻 还要经营促餐场馆 纾困 让您喘口气 金融市促餐场馆经营业者 土地租金每月减收50% 权利金最高减收35% 补助时间从5月1号到7月31号 快拨打各纾困专线 金融市民纾困咨询专线24224897 接下来请收看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定义来看 在中央CDC宣布降级后 各地的安亲班补习班陆续复刻 金融市领先全国帮全市224家的补习班 教职员施打疫苗 市长也视察补习班 容留人数降载等防疫措施 经过医师仔细评估后 不管是本国籍还是外国籍的补教人员 都顺利完成疫苗施打 这也是金融市体育馆施打站 金融市长宁又昌与立法委员蔡世英等人 特别到场向接受快塞及疫苗施打的 补习班教职员表示感谢 打疫苗的同仁 我们在上个礼拜有帮大家做快塞 因为快塞要一个礼拜做一次 我们金融市是由市政府来帮大家 负担这一笔心肺 然后其中做就不用自己去预约 所以各位是已经打了疫苗就不用 但是补习班里面如果有同仁是没有打疫苗 身体状况或者个人因素的话 不适合打就会做快塞 那这个输入方案里面事实上 后来我们有做一些修整 因为当时有许多的补教者来告诉我们说 可能用法人医可以申请 那自然的部分有点困难 是在图困代表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立法院 有看过去的学校会 那这个未来我会再跟你讲 这边再尽量来结束 让各位在经营的这个部分 政府的输困的补助 如果更加的完整 跟更加的方便 对于金融市长六昌率先帮补教人员 进行快塞与施打疫苗 金融市补教界代表职员 是非常幸福的事 海北市到现在党教 所以我们生活在金融市 当金融市的补教人员 是非常非常幸福 所以我们是在 不是党生服务的市长 谢谢 脚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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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换脚 等一下 OK 好 请换脚 好 彻底 好 谢谢 随后李又昌也到补习班了解 相关防疫措施 业者强调透过实体授课 及线上课程教学等方式 达到防疫要求的 融流人数降载 我们现在就符合中央的防疫规定 然后降载营运 也就是把我们营业面积 除以2.25平方公尺 这样来算收容人数 就是我们算 只有一半的学生可以来营业 那每天早上就是量体温 然后做一些检查 然后要记录 然后如果有发烧的同业 或是那个 就是同事或是小朋友 就都不可以进来 小朋友有没有看到 大家说哈喽 美尔 哈喽 大家 说哈喽 美尔 我是市长的 大家很高兴 刘昌也透过视讯与同学 开心打招呼 想所有补教业者都能落实 就市政府规定的防疫指引 进行人数降载 让老师能安心授课 家长也能放心 让孩子参与补习班 与安心班课程 看到很多小朋友 有的是在线上上课 然后有少部分是实体上课 那这个在补习班里面的 融流的人数也都照教育处 以及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 相关的规定来进行 所以看到小朋友 其实都运作得非常的好 记者张旗腾记录报导 另外记录市也针对居家保姆 进行了疫苗接种 市长也特别到现场视察 跟民众们问好 提醒大家要多喝水 市长林热昌特别到现场 跟民众问好 特别强调 基隆采取的是戏针 所以打起来没什么痛感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我觉得 对 像之前没有打 小朋友怎么办 宝宝怎么办 宝宝的话 我觉得自己要先有一个抗体 然后我们再去帮助他们 对 所以说你们打了之后 你们就可以继续帮他们带小孩 对 而且我自己还没施打之前 我是有快塞过 对 就是保护的那个 对对对 这是蛮重要的 好我们接种市政府推动 这个叫全兜照计划 也就是从零岁一直照顾到18岁 我们所有的教职员 包括保姆 还有包括公司幼儿园 小学 国中高中的教职员 我们全部施打疫苗 那并且在幼儿园 公司幼儿园 还有保姆的部分 帮大家来做快塞 以让他们可以尽早的可以去复刻跟复原 那今天还有许多的是我们流动摊贩 也就是不是固定的 也不是公立在场所里面的 这个传统市场 是我们的华山街的流动摊贩 还有包括成功路桥下流动摊贩 市场的 那街出的人比较杂 比较容易被感染或怎样 因为现在都很多都是无症状的 所以谁有谁没有你也不晓得 所以市场的来打应该是比较保险 而现场医疗团队跟产发处做了非常用心的前置作业 让整个施打的流程非常的流畅 而基隆市体育馆的环境宽敞 市场有冷气堪称基隆最舒适的疫苗施打地点 而对于65岁长辈第二针 市长林又昌说会有非常贴心的规划 大家关心65岁以上长辈的疫苗施打 其实我在日前我就强调过 我个人是主张至少要这个双轨制 也就是预约没有关系 但是照之前造册施打很顺畅的这种方式来执行 我们对地方更好 我们基隆市政府我们大概决定了 不管中央怎么做最后的一个决定 是指开放预约的一个平台或者是双轨制 我想我们基隆市都会照册来进行施打 那我们可以帮长辈统一来预约 然后统一来这个登记 然后也统一集中施打 我想这个是对地方政府在执行疫苗施打上 最好的选择也是最顺畅的 那对长辈还有对家属来讲也是最轻松 而信脑媒体也提到了北方三岛渔场的问题 市长也顺势回应 那在地方政府的一个角度上 不管这个是不是有做这样的公告 其实我们的态度是非常的清楚 也就是我们坚决反对在北方三岛周边海域 来进行风力电厂的一个开发 我想这一部分是有一些冲突的 所以今天经济部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们觉得很高兴也很欣慰 那我们更希望说经济部还有农委会 未来能够加强更多对渔民 或者对海洋资源开发的相关产业的一个引导 那我相信可以创造更多的一个就业 也能够带动一个新的一个产业的发展 记者黄润生基隆报道 因应疫情 基隆市110学年度 国高中及国小校长交接不达典礼 首次采线上直播 基隆市长林又昌勤勉校长们 要因应后疫情时代 为师生们回到校园做好万全的准备 林又昌也交代校长几项重大的任务 包括了111年达成区区有双语学校 校校推动沉浸式英语教学等 再加上110年正式开始的三大教育新措施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让基隆教育有更好的发展 在基隆市长林又昌不达后 校长们开始进行宣誓 基隆市110学年度 校长交接不达典礼 在基隆市政府四楼礼堂隆重登场 包括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年 及立法人蔡世英都应邀出席 因疫情避免群居首次踩线上直播 林又昌在颁发聘書给校长的同时 也勤勉校长为后疫情时代的教育场域做好准备 其实现在是在疫情期间 疫情的事情 改变了世界 在9月1号开学之后 我们将面对 面临的一个 全新的教育的场地 其实在这一次的校长典礼过程里面 我想 各位都听到我们的林选委员 不断的在提醒 而且询问大家 下一个阶段 台湾的教育 在疫情之后的台湾的教育 我们应该怎样来移民 这个冲击 或者这个影响 跟过去大家所拥有的经验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不只是为自己做好准备 也为我们的孩子 要回到校园来做好准备 这一次共有22位新任转任及续任校长 其中新任中华国小校长 詹丽娟克服病魔重回校园 为教育奉献的精神让人感动 能够再次来到中华国小 尽我自己的一份心力 当然身体的健康也是我自己要考量的 所以其实我有跟我的医师做讨论跟评估 对 然后其实也都一直在持续的追踪 所以也在医师的建议之下 我的健康无余 我才会有这样子要出来 就是参加临选的一个动机 因为我的医师也非常鼓励我 要做对我自己有热忱的事情 而教育一直都是我很有热忱的事情 柳昌也交付校长几项重大任务 包括在111年达成区区有双语学校 校校推行沉浸式英语教学等目标 以及110年正式上路的教学补给站计划 多元阅读方案 及区区有非盈利幼儿园的三大教育新措施 希望在所有教育伙伴共同努力下 能让所有基隆学子都能在最好的教育环境下 学习成长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导 特别聘请高雄书画传科家徐兆胜老师 传授两天的课程 从竹笔 现装书 到雕刻 让基隆书画家及老师们 自制工具 收获满满 这不是毛笔哦 而是竹笔 别小看这一根 真的是从头到尾都是竹子做的 原本以为写起来会很卡 没有想到如此有弹性 而且写起来很顺畅 它的韧性 弹性 输血效果 都是比较持久 那我们传统是用动物的毛法去做笔 在这个过程中要杀生 那我们再把竹笔 发挥出来的话 能够减少猎杀动物的行为 那我们台湾竹子很多 可以发展在地的特色 想做一只好写的竹笔可不简单 要选对竹子 还要非常有耐心的抽丝剥茧 边敲边打边剥丝 反复N次才能制作出 这么有弹性的竹笔 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于剥丝的部分 然后剥着剥着啊 那个指甲也破了 然后手指头也肿了 竹笔使用起来有特殊的输血韵味 也很复合环保 不过在这制作的纯手工过程当中 真的是吃尽苦头 还有现装书 这个难度就降低些 先想好现的进出顺序 就可以完成一本自己专属的现装书 现装书可以做出自己的特色的作品 我觉得今天的研习非常好非常棒 很值得去推广 其实这个竹笔也是很多年了 但是我们没有机会接触到 今天有这个机会 学习到做竹笔 自己写 那就会产生一种 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我想我如果上课的话 我也把这个竹笔把它推广出去 专研书法雕刻 多年的徐兆胜老师 受邀到基隆士中小学书法教育 私之培育数期研习班 传授近十年来的竹笔 及现装书制作与赚科的技巧 因为等到疫情解封了 大家期待很久了 我们终于可以实作竹笔 实作刻印 实作现装书 所以我想 这个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就是为了要推广基隆的书法教育 书法治美大 连续两天的课程 让艺术家及老师们 学着当蒙田来作笔 趣味十足也更能深刻的认识工艺美学 进而推展书画活动 让基隆成为书法之都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基隆士从6月27号 首度佳林以来 34天中有26天佳林 有烘焙业者就特别送给 市长林佑昌佳林的生吐司 感谢基隆市政府人员 每天辛劳办理防疫工作 送上佳林吐司 基隆知名的烘焙业者 发挥创意只送不卖 第一批佳林生吐司 要送给基隆市政府团队 感谢防疫辛劳 基隆市从6月27号开始 就有出现零确诊 34天里面到今天为止 已经26天是佳林 那今天还是佳林 那我们基隆的这个 紅厨的面包叶子 非常的有创意 设计了这个佳林的生吐司 那而且这个是非卖品 只送不卖 所以我想大家一起努力 防疫有成果 那希望能够尽早 让大家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基隆疫情持续佳林 在地烘焙业者突发奇想 制作佳林生吐司 上头印有基隆语和基隆的字样 而设计发想却来自于他 我就想说印在吐司上面 然后吃了这个小叮当的 记忆吐司之后 你就会记得基隆的佳林 永远记得永远下去 不要不要不要再有 就是都一直佳林 对的记忆在里面 所以我就用小叮当 那个记忆吐司去发想 那特别拿了这个 他特制的这个生吐司的 佳林面包 要来送给市长 那市长希望能够 希望业者的这个祝福呢 让我们的基隆一直佳林下去 大口咬下佳林吐司 不但传达防疫的重要性 也感谢市府团队防疫的辛劳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基隆市立医院 自2018年3月开办社区整合服务中心 累积服务人次有9000多人 为了要提供便利优质的服务 基隆清安宫捐赠了一辆行动车 升降平台以及超音波白 内障乳化仪器等医疗器材给市立医院 同时感谢医护人员 在疫情期间守护民众的健康 全新的轿车直接捐给市立医院 作为长照服务行动专车 捐赠者是清安宫 已经捐出第三台行动车 市立医院院长王慧俊 率领医院医师和同仁在门口排排站 因为除了捐赠行动专车之外 清安宫大手笔还捐赠门诊部升降平台 肌炎科超音波白内障乳化仪 让医院的医疗品质大大提升 可以给人骂 好像是给人骂的化身 来替基隆市民 就是这怎么讲 慈悲救护 然后大家有需要的地方 民族有需要的地方 还是医疗机构有需要的地方 其实清安宫都不遗余力 这么二三十年来 下来已经是不晓得捐赠多少 那他向安这次的捐赠 其实本来是加等疫情消退以后呢 然后再一起弄 可是发现越过越久 那今天就选日不如转日 长期关心基隆地区医疗服务的 基隆市议员同志伟 除了感谢疫情期间 医护人员守护民众健康 也承诺持续关注 市立医院医疗量能及老旧 听设改建 市立医院其实他现在的 对我们基隆市民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长照的场域 那我想在王院长的带领之下 那市立医院这几年 也有所成绩非常提升 那刚刚阿公也说了 他希望市立医院 可以让基隆市 可以服务更多的基隆市民 清安宫捐赠行动车 及医疗器材 用妈祖救人祭祀的精神 嘉惠基隆地区的乡亲 记者 黄少鸣 基隆报导 索困4.0 政府助你渡难关 减轻您的经济负担 税均还缴及减免索困方案 来咯 不管是房屋税 使用牌照税 娱乐税 以及所有的地方税 都有减征免征和最常可延一年 最多可分36期的方式来缴纳哦 符合条件的民众 快打索困专线 基隆市民书款咨询专线24224897 第四届美丽基隆影片征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推出摄影玩家组 你的手机有与基隆相关的照片 都可以上传官网报名参加 网友按赞最多前50名作品 将获得奖金及神秘礼品哦 详情请上网搜寻美丽基隆 民众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 勤洗手多消毒量体温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如果你有发烧上呼吸道 腹泻或者是秀味觉异常等等的一个状况 请立即拨打24276154或者是1922 让我们一起对抗疫情 守护基隆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即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了 基隆是一座进步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天我们以A City for All 为主题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86000元 期望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印象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查活动官网 我是之前去你们公司印针的张先生 你们不是说会在通知我上班时间吗 都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耶 怎么都还没有消息 先生 你以为来填个资料就能保证录取吗 你想想怎么可能啊 诶 等一下 那至少是不是这样的存折要还给我吧 我还花了好几万块买你们公司的产品耶 你们这样不行我要退费 喂喂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喂喂喂喂喂 求职房片请记住三要七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劳资关系科提醒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妈妈这座山怎么了 怎么光秃秃的 就有人乱挖地把树木土地挖掉 这都是很严重的哦 嗯 老师上课有说过 这样可能会引起落石土石流等灾害 很危险 对啊 看到我毕竟在山上乱挖 就要光景通暴去工作 不 我先危险市到备复了 从山护雪青山流 不惧落石土石流 诶 豆苗啊 帮爸爸去买一包烟回来 哦 喂 老爸 你违法了啊 学校有教 任何人都不得提供或协助 传递烟品给未满18岁者 即使是老爸 你也不行 知道了 对不起 老板 给我一包烟 同学 你满18岁了没 证件给我看 我啊 你丢 同学 这是别人的身份证吧 你骗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同学 你未满18岁 我不能卖烟给你 我会被划成耶 卖软来啊 学长 你长相比较成熟 可以帮我买包烟吗 充什么烟啊 学弟 我如果帮你买烟再拿给你 是违法的 走 跟我去运动 远离烟品更健康 学长 你人真好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著名的竹间餐饮集团业者 相当认同市议员张炳君认真的服务态度 因此特地赞助张炳君 2000瓶已经装好75%的酒精随身瓶 张炳君也特地到中山区 中华路俗穿流龙头附近一带 分送给摊商和民众 鼓励大家持续防疫 不要送血 激动市议员张炳君和竹间餐饮集团 媒体公关部经理高凌珍一起到中山区 俗称流龙头阿的中华路附近一带 分送随身酒精防疫喷瓶 给摊商和民众受到大家的肯定和欢迎 你好 这是酒精 来让我们随身期待的疫情保护一下自己 张炳君表示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趋缓 并且降为二级警戒 不过戴好口罩 并且勤洗手和勤消毒 还是非常重要的基本防疫措施 鼓励大家持续防疫不要松懈 虽然现在疫情有比较趋缓 然后我们也降为二级 但是现在民众最重要的是 做好自己的防疫措施 所以口罩跟酒精 其实变得是必备的要件之一 那我们也感谢我们竹间餐饮集团 我们林凯杰董事长 捐赠了市价一瓶大概50块 2000瓶的酒精喷瓶 来去为我们基隆防疫贡献而努力 那其实我们林凯杰总事长 也是我们道道地利的基隆人 那他也看到之前基隆的疫情 如此的严禁 所以特别严静联络 希望为基隆的疫情来去贡献 那我们现在也准备了2000瓶 开始会陆陆续续 来去发放给我们一般的流动摊贩 或者是店家或者是民众 或者是关怀据典等 就是希望提醒他们在疫情期间 虽然有比较趋缓的 但还是要懂得保护自己 然后也为我们台湾的疫情 来去好好的努力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医院这边 让我们有机会呢 可以一起来参与 让大家赶快去完 然后让大家赶快回复这正常的生活 著名的竹间餐饮集团业者 因为认同基隆市议员张炳君认真的服务 因此特地赞助2000瓶 已经装好75%酒精的随身酒精防疫喷瓶 分送给民众同导一命持续防疫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